财政部昨天发布相关通知 决定执行对于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展期内销售的进口展品税收优惠政策 根据通知 2018年11月5号到2018年11月10号期间 举办的首届进口博览会 展期内销售的合理数量的进口展品 免征进口关税 进口环节的增值税消费税 则按应纳税额的70%征收 值得注意的是 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进口展品 不包括国家禁止进口的商品 并为动植物及其产品 以及国家规定不予减免税的 20种商品和汽车 据介绍 这项税收优惠政策 是支持首届进口博览会的一次性政策